对于女明星来说 最害怕的应该就是年花老去青春不在 但是对于歌手蔡依林而言 年龄她却不那么在意 其实啊 有了成功的事业和甜蜜的爱情 年龄对于蔡依林而说 真的只是数字而已 但是毕竟已经有33岁了 自己再不及 家人也该催了吧 这婚事到底有没有一个计划呢 之前你跟台南 就粉丝一起庆祝生日说 感慨什么年纪大了什么的 那你接下来生日有什么打算 可能就是聚会吃个饭吧 因为其实现在也没有太 太想要大肆的 就是花费很多时间 因为其实那些同学是上班族 有些已经当了妈妈 就是一个人太晚回家 当天蔡依林应邀 魏某饰品新品发布会站台 一尘黑色抹胸短裙 看起来十分俏丽 新染的金黄色头发动感十足 完全看不出马上要过33岁生日 不久前蔡依林在和歌迷提前庆生时 收到寿陶做礼物 让她自嘲上了年纪 那么比起寿陶 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才能打动她呢 我倒是没有想生日礼物 因为我自己几乎该有的都拥有了 你生日礼物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想收到一个 像那个求婚传记一样的礼物 结婚这件事情 我没有特别兴奋 也没有在计划当中 对 虽然什么都不缺 但对恋爱中的蔡依林来说 多少都期待男朋友的贴心表示 而问到锦荣会怎样帮她庆生时 蔡依林的反应也相当甜蜜 这是秘密的